大家好,哈辉 今天用玉米面和菠菜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做法 首先准备200克粗一点的玉米面 因为粗玉米面做出来口感会更好 然后倒入开水烫一下 像这样少量多次的加入 搅拌成这样的小面干的下手抓碎 抓拌均匀 抓紧以后右手一钻能成团 一扒就散的样子就可以了 如果太干的话需要再加一点水 先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把洗干净的菠菜切成长短 这样在焯水的时候比较方便 先好装入盆中 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短一点的细丝 切好装入盘中 小板中打入三颗鸡蛋 用筷子把它搅散 锅中倒入食用油 凉油倒入鸡蛋液 一边加热一边不停地搅拌 把鸡蛋炒熟 炒成大小合适的鸡蛋碎 盛入碗中备用 再次起锅烧油 倒入胡萝卜丝炒一下 炒两盆中把胡萝卜丝炒软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盛入小板中 锅中烧水加入几滴食用油 水开以后放入菠菜 焯烫一下去除草酸 烫烫30秒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然后再把菠菜挤干水分 挤干水分之后 再把菠菜挤干水分 再把它切碎 先好装入盆中 加入胡萝卜丝 炒好的鸡蛋也加进来 多加一些葱花 加入食盐 花椒粉 蚝油 搅拌均匀备用 准备一口平底锅 把拌好的玉米面取出一半 均匀地撒在锅里面 把它铺平不均匀 然后把它按压结实 这样不容易散开 再把调好的馅料夹在上面 铺平铺均匀 用勺子把馅料压实 再把另一边的玉米面均匀地撒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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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把它按压结实 盖上盖子先开最小火焖五分钟 再转中火焖五分钟 底部变成金黄色 用一个盘子给它翻个面 再开中小火烙五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转动一下锅子使它受热均匀 玉米面和菠菜这样做闷起来就非常的香 表皮非常的酥脆又特别的薄 中间加上厚厚的馅料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 非常的好吃 喜欢吃玉米面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